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6月25日 今天来谈谈周永康的儿媳妇 叫黄婉 我们知道呢 今年2月份的时候 在推特上 当时看到有关周永康的儿媳妇 黄婉的一篇报道 其中讲到什么呢 讲到周永康的大儿子周斌 判刑坐牢 而且判的刑期时间很长 有期徒刑18年 这和这个吴小辉的刑期是一样的 但是罪名不一样 罪名是受贿 还有这个非法经营等 总之罗列了三四个罪名 判了一个在有期徒刑当中 可以这样讲是比较长的 那么我过去在评论当中曾经讲到 判刑就有两种 一种是死刑 一种是有期徒刑 所谓死刑就是把人的生命 肉体全部杀掉了 一瞬间 用这种钻正的工具 这一下子就把人这个生命给拿掉了 有期徒刑就是杀掉生命的一部分 表面看好像比这个死刑要 这个判得轻一些 但实际上 我认为熬过这十八年 不容易啊 还不如就判死刑了 我这是一个经历过牢狱自在的人 发自内心的感受啊 这个杜苗如年来形容这个坐牢啊 特别是共产党的这个牢啊 不容易熬啊 所以说 今天初二月份的时候 这个黄婉 讲到他这个 为这个先生啊 命不平啊 也就是判刑之后 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啊 能够如实的 及时的会见这个周斌啊 心中充满了死灵啊 而且 回顾自己以前的这个家庭背景啊 还有一些人生的感悟啊 认为周永康当年全情一世 十年正法王啊 他们背后这个大叔 也做了很多 就没有良心的事啊 很多妄华 追溯的事情 就感到有点对不住啊 搞了一声道歉啊 当时呢 人们争议很大呀 有很多人说呢 这不是黄婉的这个 真实的生命 现在啊 又看到网上的另一条消息啊 也就在2019年6月2号 4日啊 这次这个消息 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现 图文并茂啊 而且内容 就更加的真切啊 非常生动啊 那么非常仔细的看到了 海外博讯网上报道的有关的 就黄婉的 和这个 他偏情的律师 叫陈建刚 有一个互动这样的故事啊 他们之间交往比较多啊 因为人到了困境之后啊 这个报警自由啊 也就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人们啊 分外的就知道自由的可贵啊 与其说这是一幅书画作品啊 不如说是 这个中国的这些 这个历经人生的一些磨难啊 在自己的困境当中啊 就发出来了一种声音啊 这种声音来得非常地真切感人啊 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啊 它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就是过去 曾经是在体制内啊 可以这样讲吧 正法王十年啊 那个时候 你不用说 你能盘上周永康 就盘上他儿媳妇 儿媳妇的同学 儿媳妇的朋友 那都是给面子 所以说 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着 人情冷暖啊 那么过去在周永康 当官这个年代 这个 既是这个中央政务局的常委啊 又是这个正法委书记 那自然而然啊 这个依人得势 集权升天啊 家人也跟着战光啊 不论是牧取钱财 还是啊 在这个攻减法司当中 这个搞一些勾兑啊 都是有便利的条件啊 但是呢 此一时 彼一时啊 因为权力这东西 本身就是权益自己啊 都不是长久的 都是一个时期 只不过是周永康 这个权力啊 这个德式这个年代啊 的确是长久一些 十年正法王这个期间啊 不仅是贪污受贵的素额啊 惊着啊 惊到什么程度呢 关于周永康这个 这个贪腐这个近日啊 在这法庭的文书当中 没有公开披露 因为太多了 我相信呢 可能上百亿啊 因为一旦公布以后 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难以接受啊 所以就含糊其辞啊 蒙恶收周永康的财产 还没有说 还没有用这个墨收 全部财产这个词啊 这就说明双方还有交易啊 给你留点钱 你自己就低头认罪啊 一审结束之后 就不要上诉了 果然周永康的案件 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呢 周永康倒霉的时候 也株连了九族啊 我们通过网络的消息可以看 也就是说通过这次这个报道啊 根据一幅书法作品 引申出来的故事 其中讲到什么呢 说讲到这个周永康 不仅儿子判的尤其都有18年 儿媳妇也被判刑了啊 那么判刑是由湖北省啊 这个一些地方的法院啊 这个来判他 看到这个网络的消息啊 也就是说呢 是一个趋一级小的法院 以什么罪名呢 以这个职务群战 给他这儿媳妇黄婉啊 也判了呢 两年半有期脱险 只不过是缓刑三年啊 这个也算是 这个给了一点宽容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黄婉呢 经过着这个社区的矫正啊 按道理讲啊 他在这个最近啊 就已经结束了这个矫正期了 那矫正期结束以后 按照国家的法律 那是不是就应该可以 这个出境啊 因为黄婉是美国公民啊 但是目前已经在国内啊 被禁止出境了五年时间了 也就是说 以后能不能来到美国啊 这都很难讲啊 那么今天我看到网络上 发布了一条消息的同时 还披露了一个法律文书啊 这个文书很简单啊 其中讲到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社区矫正啊 已经结束了 那么 搞这个文书的地区啊 是叫 雷广营地区啊 但是呢 最近说是 正要结束了 准备要出国 这个定局啊 想摆脱目前国内这种 这个非常这个 令人不愉快的啊 非常忧伤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生存环境啊 但是呢 却没有如愿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朝阳去法院 在六月四号 又给他发了一个公函啊 说他什么呢 说他牵涉到房屋租赁的 合同的纠纷 不能出境 成了被告了 所以这个黄婉非常生气啊 那么之所以把这一张照片发在网上啊 显示出 这个披露出 这个陈建刚啊 这个律师 写给他的书法 以及他为这个 这一次香港啊 近期发生这场 反送中运动的这个 来打气啊 来支声援学生啊 那就表明 这黄婉现在 这种心中的不满啊 实在是压抑不住了 非常生气啊 也是 可以这样讲 有一点勇气啊 也有一点悟情啊 那么上一次是在 这个媒体当中披露 说他 已经向这些 遭受 这个政法王 周永康那个年代啊 遭受迫害的人们表示道歉 这一次啊 公开站出了 这个支持香港的 这个民主运动啊 看来这个需要勇气啊 或者说 他也是 这个 实在是太气愤了 因为非常明显啊 这一次朝阳去这个法院 之所以啊 抛出这样一个防务 阻力合同纠纷啊 把他困在国内啊 其目的就是禁止的出境啊 为什么禁止出境 因为周永康这个案件 毫无疑问啊 涉及到国家秘密啊 什么叫国家秘密 就是说 这个事儿传出几次后 那些当官的脸不好看啊 因为周永康这个案件 说心里话 一定是具有一定的 派别的内度色彩啊 一方面 可以肯定 周永康肯定不是清官 肯定是贪污 受贿的问题极其严重啊 经人非常精致 那儿子 儿媳妇 肯定也是 当年也是在这个背靠这个大树啊 也占了不少光啊 估计问题也是有一些 但是 肯定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啊 也就是 办理这个案件的一些人啊 肯定是 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全部的真相 因为你知道真相之后 人们对这种反腐败 这次 出于公信这个问题 可能就可以产生怀疑啊 所以说 上面就是搞这么一个 小故事啊 编这么个故事 说它涉及到房屋纠纷 然后到朝阳区 就发越去啊 那么估计它居住那个地方是朝阳区下面的叫来广营地区啊 我对北京情况不太熟悉啊 反正是中国地域很大啊 也就是一个区里面有很多人去 那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 都是在政法委的领导下 也就是说呢 周永康倒了 政法王这个体制 党管司法这个体制啊 一丝一毫也没改变啊 只不过换了一个人而已啊 周永康离去了 还有李永康王永康等等 也就是说呢 换堂不换幼啊 所以说啊 目前呢 这个即使是过去曾经是在体制内 也是可以直路为马呀 可以啊 权倾一时的政法王的儿媳妇 也不能幸免啊 也必须困在国内啊 困到国内我们知道了 只要你不出境 你在共产党这个如来佛手里 人家想搞一点司法的小故事 编写故事玩玩你这个 易如反常啊 这些手法当年啊 周永康 说不定是周永康创造的啊 也说不定是周永康发扬光大的 反正都是党管司法的一个常态啊 所以说这次的皇冠的思想认识 我认为啊 较遂于其他的啊 这个官员的加速啊 那尤其是那些被判刑的啊 因为反腐败内斗啊 被判刑的这个加速啊 我觉得他思想又深化了一步啊 因为他这次不仅仅啊 是这个 向这个受害者道歉的 而且是什么呢 要声援那些和自己 这个个人的利益啊 不是很密切的 香港的啊 近期发生的反送中这个 学生这个热潮啊 这说明黄婉的思想境界 提高了一步啊 假如每一个公民啊 我认为都能像黄婉这样啊 特别是那些体制内的官员 自己加速 如果能在全力鼎盛这个时候啊 就能就是说 有这么高的思想人士啊 就能够站出来啊 大家洗洗手来 共同努力啊 改变目前党管司法 这种恶法啊 应该是司法管党 任何党派全体群体啊 阶层都是应该在法律的管理之下 这样的话 我相信呢 中国就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啊 但是非常可惜啊 由于中共现在封锁网络啊 类似像黄婉啊 这种消息啊 这种故事啊 这个毕竟是一些能够翻网啊 翻墙的这个人们才能看懂啊 一般的老百姓啊 没有翻墙这个功能啊 所以说这种新闻啊 很难在社会上产生大的轰动效应 仍然现在混得不错的人呢 都应该早早的觉醒啊 否则等到有一天啊 像黄婉这样 究竟来不及了 那至于黄婉到底将来能不能出境啊 这个案件如何的了结啊 我个人认为啊 由于现在 中央这个案件呢 虽然是过去了几年啊 但是有些东西 我刚才讲到了 那么上边仍然认为是国家秘密 也不希望别人知道啊 怕这些消息传入之后 影响他们的 自己塑造的光辉现象啊 所以说一定还会啊 就是社区啊 困他一段时间啊 那么今天的多少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收看 谢谢 明天见